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墨鱼大烤 说是大烤,其实这个并没有在烤箱里烤过 只是一个菜的名字而已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我会把它们做成文字的形式 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供大家参考 先把墨鱼从背部划开 记住一定要从背部划开 然后把这块骨头拿出来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叫骨头 但是我一说反正大家都知道 再用一把剪刀,把它的背部剪开 这个要很小心注意千万不要把里头的墨斗给划破了 然后再很小心的把这个墨斗拿出来 墨鱼头部在这里划一刀 往下一撕,很容易的就撕下来 然后里头的肝脏就很容易拿出来了 清洗墨鱼的时候用手挤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芽拿出来了 另外用剪刀把它这个眼睛戳一下 里头的墨也就可以清理干净 清洗完了以后把外层的皮撕去 只留里头雪白的肉这一部分 这个皮很容易撕的 就从这个头上拉开一个口子 然后用力一扯就行了 用厨房纸把它擦干 现在把所有的调味料倒在一起做成一个酱汁 这是为了等一下做的时候方便 这个是黄酒,黄酒一定要加 这个是虾油也就是鱼露 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多加一点生抽 最后加一汤勺的香油 现在把白糖倒进去 然后把它搅拌一下 把红曲米装在一个小茶蛋里头 如果没有这个茶蛋装在其他的袋子里也可以 烧一锅开水 下葱段和姜片 然后稍加一点黄酒去去腥味 把处理好的墨鱼放在开水里头烫一下 烫的时候尽量的把它们这样弄成一个卷筒状 等会做出来比较好看 加盖以后水开了 烫煮2-3分钟就可以了 不要烫的时间太长 把做好的酱汁倒在锅里头 稍微加一点水 刚好我这个底下白糖沉在底下了 我就加了一点水 算一算 大约150毫升的水就可以 现在我们下桂皮,八角,姜片 然后把红曲米放进去 加葱段 大火把它烧开一下 然后改中偏小火下墨鱼 尽可能的把它多翻几次 让它上色比较均匀 小火煮大概20分钟的样子 期间经常翻动 使得它上色均匀 然后就可以加大一点火 让它收汁上色更漂亮 最后起锅把它放凉 就可以切片装盘了 这个切片的时候斜着切 这样使得它白色的部分露出来多一点 看着比较漂亮 摆盘的时候可以随意 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种做法 这种做法就是在进开水锅烫之前 在墨鱼上切开一些小的刀痕 放在水里头烫的时候 这样它会出现一些纹路 煮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纹路 拿出来以后也是这样斜斜的切片摆盘 然后浇汁 看着也还挺好的 至于喜欢哪一种还是看个人喜好吧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